那么孙悟空完成生命当中的 第二个关键步骤又是什么呢 第二个他的最关键的步骤 向着茫茫大海的那尽力的一撑 我们回顾一下 这向着茫茫大海尽力一撑的 这个具体的情境 那是有一天 花果山召开宴会 像往常一样 孙悟空和其他的猴子在一起 吃饭了 喝酒了 喝着喝着酒 孙悟空突然悲从中来 别的猴子慌忙就问 说您当着花果山的猴王 还有什么不自在之处吗 大王你也别太贪心了 这孙悟空就说 尽管今天我们非常快乐 但是你想想 我们暗中是有那阎王老子管着 那有朝一日 当我们血气衰竭的时候 那少不得还要归阎王所有 想想一生的欢乐 岂不是要化为乌有吗 这个孙悟空的话一说完 其他的猴子也都跟着孙悟空一样 整片猴山都陷入了 这个一片悲声之中 那么当孙悟空发出这个感慨之后 一片悲声之中 还是有一只通辈老猿站了出来 跟孙悟空说什么呢 跟孙悟空说的是 大王不必如此 您今天能够发出这样的感慨 那真是大王您道心开发了 我听说这个世界上 有几种人是不死的 这不死的人分别就是 佛与仙与神圣 这三者是不死的 大王您为什么不去海外寻仙呢 于是孙悟空就问他们在哪 同辈老猿说 海外仙山 反正不在我们这个地方 只要找总能找得到 悟空听了这个以后呢 实际上摆在悟空面前的 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是什么 第一个选择就是 过一日算一日 抓紧时间 及时行乐 等待死亡的来临 这是第一个选择 第二个选择是什么呢 就是孤注一掷 到海外寻仙访盗 找个长生不老的法门 总之啊 再像按老样子那样的 无忧无虑的火下去 已经不可能了 你悟空现在必须 要在二者之中选一个 那么悟空的选择是什么 悟空的选择非常明确 他说要云游海角 远射天涯 务必防死三者 学一个不老长生 躲过阎君之难 这孙悟空这个行动力 那真的是非常强 这个主意一旦决定了 孙悟空就独自登上了 编好的一只法子 然后用力一撑 然后就向茫茫的东海进发了 而这一去 也果然就找到了 须不提祖师 学得了长生不老之法 超凡入圣 使原有的生命轨迹 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